欢迎回来感恩大家点进来我的视频 马来西亚的朋友一定很熟悉板面也叫面粉糕 今天我们就来做这道面汤 希望大家会喜欢 板面这道面食是将面粉 水与盐活成面团 再将面团放入至面积 以切成条状或用手撕成小块 然后放入高汤煮熟 最后铺上炸酱鱼仔 香菇肉碎木耳丝 蔬菜就完成了 我这个食谱不用自己做面哦 想知道我用什么取代 就请大家看下去吧 这个取代板面面条的方法 是我在做之前水饺食谱有感而发的 因为口感真的和板面面条很相似 板面 材料有 香菇 姜鱼仔 肉泥 姜 蒜末 云吞皮 蔬菜 是的 您没有看错 就是用云吞皮取代板面面条了 金当家 很喜欢的 您能品味 要紧别 比较 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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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更棒 香菇洗净切片 记得要挤干水分哦 将鱼仔洗净 擦干水分 我用烤的方式烤箱烤脆姜鱼仔 大家也可以下锅油炸效果是一样的 烤盘铺上铝箔纸和淋上食用油 把姜鱼仔铺在上面 一百八十度烤八分钟左右 烤到一半的时候搅拌均匀 为了 鸡色 鸡色 帅鸡 鸡色 鸡色 一个 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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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呢 烤好的将鱼仔放一旁备用 脆口好吃 蔬菜切除根部洗净备用 将切碎粒 炒香姜末 下蒜末一起炒 下肉泥炒至发白 下香菇片 2汤匙蚝油 1汤匙酱油 1茶匙胡椒粉 1茶匙鸡粉 1茶匙糖 1茶匙芝麻油 1茶匙鸡 起锅炒匀就可以了 香菇肉碎放一旁备用 香菇肉碎也可以配粥和米饭一起吃 很开胃哦 准备好将鱼仔高汤,把云吞皮取出 由于视频太长,这个高汤食谱是将鱼仔白萝卜熬煮的味道很甜 做法我会在明天上传分享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将鱼仔高汤的做法哦 味道也很棒,可以用来做版面的高汤汤底 汤煮开后下云吞皮 云吞皮不要煮太久熟了就可以了 不然太软了口感不好哦 下蔬菜 摆盘了 香菇肉碎和将鱼仔铺在上面 板面做好了,可以吃了 不想搓面粉可以考虑试试我这个食谱 我家人也好喜欢这样吃 随意撒上胡椒粉,也可以拌着小辣椒吃,味道一级棒哦 胆挺关注我,并且直接收藏食谱吧 不然划走,怕你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了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是给我最大的鼓励,感恩大家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